为了推广佛教文化以及鼓励阅读 国际佛光会在开南大学的校园图书馆里 举办了一场证书的活动 制证了一共365册的新云大师全集交给校方 由开南大学校长梁荣辉代表受证 希望借由书中阐述新云法师的智慧以及见解 增进校园读书风气 也把佛教文化传播出去 一排排的书籍 陈列在走道上相当引人注目 由国际佛光会发起的证书活动 这次来到校园 开南大学校长梁荣辉代表接受证书 他表示希望借此在校园形成一个读书会 让佛教的文化思想能够更广为流传 我们今天开南大学非常荣幸 得到国际佛光会执政新云大师全集 那这一部书是非常具有教化的意义 尤其是从初世到入世的一个活教官 所以我们学校也乐以这样子 我们希望可以成立一个读书会 让他的一个思想能够更普及 在寿赠仪式现场 佛光山依辉法师也介绍新云大师全集 内容中有十点特色 描述着大师一生的写照与智慧结晶 也希望人人都有一本书 从书中获得智慧结善缘 能够有孕缘来到开南大学 那梁校长所说的也是一个非常好的 这个展示出来说可以办这个读书会 事实大师的书呢就是提倡这一点 希望人人都有一本书能够开智慧 给我们就是一个慈悲 一个这个能够度化所有的 这个有缘无缘的人来结这个善缘 新云大师全集一共365册 象征着一年365天 一年又一年的人生循环 佛光山希望借由证书活动 推广佛学 开卷友谊 也鼓励学生培养阅读习惯 好文有线新闻顾祖明 卢竹采访报导